5月10日,冯小刚晒出一组与葛优、范冰冰、张国立、徐帆、范伟等合影并宣布电影《手机2》即将开拍的消息 科技的进步日新月异,人性的弱点一成不变 15年过去,老友重逢,温故之心 冯小刚导演的手机曾于2003年年底上映 5月11日零点刚过,崔永元就在微博上怒对冯小刚及编剧刘振云 冯小刚是渣子,大家都知道,刘振云变成渣子,速度偏快了一些 此外,他还公开了他与刘振云的对话截图 截图当中,崔永元询问刘振云是否开始创作《手机2》的剧本 并表示了手机这部电影对自己的伤害 按说不该干涉你的创作自由,只是这件事情特殊,往三思而行 据了解,崔永元和冯小刚两人曾因电影《手机》闹掰 恩怨长达七年之久 原因是手机中格优扮演的有意说意的主持人严守一 因为手机收获婚外恋 而当时崔永元主持的节目《实话实说》正在热播 很多人把崔永元和严守一联系到了一起 目前冯小刚和刘振云方面暂未回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